目前銀行發行的信用卡還有現金卡的利率最高大約是百分之二十 有立委認為利率太高是暴利的行為因此提案修法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下午一讀通過了把利率上限降為百分之六 雙卡在手就算沒錢也能先刷卡享受 但也因此出現卡債組問題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二十八號審查民法修正案 希望將民法約定利率百分之二十上限往下調降 國民黨立委賴世保主張利率應該改為浮動概念 目前銀行的資金營運和風險全本加起來上限最多百分之十六 現行的民法約定利率上限卻高達百分之二十 有調降的必要 不過金管會反對調降利率上限 理由是一旦調降利率上限 銀行將緊縮對弱勢族群的信用放款 使得貸不到款的民眾可能轉向錢莊等地下經濟體系借錢 預估金額將達九百億元 民國十八年修的法律現在要不要修定的法律當然要修暴利的一個行為 本來是好意你要把它調降下來但是可能這些客戶接收不到好的他們的好意反而受到傷害 不過立委還是認為除了高利率 銀行常常另外加收高額的手續費或違約金等費用 因此堅持要修法調降利率上限 政府行政部門已經準備在法案二讀時再請求協商 看來修法要順利通過二讀三讀還有不少關卡要過 余登TV文明菲抽新疑台北報導